《教宗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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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早上 為台中教區的聖子弟兄們 分享教宗的通訓 Loud of the sea 愿您受贊受 上午講完後 下午我就 念領主教的邀請 南下台南 到台南教區辦事處 跟 台南教區的主教 還有 神父們 聚會 當場 領主教就正式宣布 我被任命為 台南教區的主教 這個訊息 是在上個星期三 我在白河 仙朝圖 的 樂園園 也就是方济靈修中心 我在整理 九重閣 我花了一天半個時間 把一顆 太太茂盛的九重閣 把它修剪 我的兩隻手 被刺了超過一百下 就在這時候 接到了 代辦的電話 要往隔天 去教堂大使館 跟他當面談話 聽到這個邀請 好像又被刺了一下一下 到了大使館 跟代辦 當面談話 他問我 你現在在做什麼 其實代辦都知道 我說 我在大西聖方祭堂 當本堂神父 我是大西會院的院長 我是大西方祭生活園區 也就是靈修中心的主任 那代辦說 你必須換工作 是穩賺不平的 我說這是詐騙 然後他說的 教宗要任命我為 台南教區的主教 我說 過去一二十年來 我常常聽到 很多人說我要當主教 這些都是風聲 現在我聽到這個訊息 我也覺得 這只是說說而已 我沒有感覺 代辦說 你不可以沒有感覺 你不可以麻木不忍 我說代辦 我已經六十八歲了 代辦說 沒問題 你看起來還健壯 我跟代辦說 我是幫濟會宿 我不是教區神父 代辦說 修會 就是要為教會服務 我跟代辦說 我是學靈修學的 我不是學教會法的 代辦說 教會法典 這是個工具 你可以找 專門的為你服務幫助你 我說 我說 台南教區 缺神父 缺資源 大辦說 有聖神在什麼動態 後來 所以 代辦問我 你要接受這個教徒的任命 那當時啊 我就想到了聖母的那一句話 Feed out 也就是願照你的話 在我身上完成 那我用比較通俗的話來說 天主說得算 後來代辦啊 後來代辦啊 就跟我說 要在一個星期內 要發布這個訊息 就選了5月3號 聖菲里聖雅閣總統的慶日 這個兩位總統啊 當然都是訓報的 所以 接任這個 新的職位 新的工作 確實是要效法總統們 有訓導的精神 果怎麼說 願主的旨意成形 果是一個 按照一般的腳步來說 老啦 已經拿到的 老人敬奧卡了 不過 代辦啊 也特別說也強調 現在整個教會的 目前的 最主要的意識 就是統一道行性 共有性的教會 所以只要大家一起合作 什麼困難 都不再是困難 我們可以一起為教會來用力 所以 天主受傷 我們就往前走 但願台南教區 能夠在天主全陽又慈悲的雙手的步步下 能夠 教護 日日發展 讓天主的榮耀真行 讓天主的榮耀真行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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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